我跟妳講說 我們當初沒有成立促進會 就是發展協會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老師 這邊有一個問題 抱歉 剛剛跟兒姐搶發了 不好意思 而且是我多年的朋友 我跟大家報告 我本身就是台南人 我每個月都會回去看看 我住在飛機場那邊 所以說當您報告海岸路 我一直覺得有親切感 我也很注意聽 有一點我沒有聽清楚 因為這個下禮拜我就想回去 我曾經 我每個月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騎摩車去過海岸路 因為我不知道有這些創作 白天了 我就呼嘯而過了 所以我想請問 您剛剛做的這些作品 我沒有聽清楚是在民權跟民主路 這個區塊裡面是嗎 我想回去看看 我們最早是從友愛街 友愛街到那個民權路那個區段 那時候我找的就是必須要快速解決的破落的牆面 就是找最破的那幾個點先做 那再來呢 因為那個我們從友愛街那時候做的時候 就開始有很多人進到裡面來了 就是開始那個有很多商家進來了 那所以我們後來才把那個從民生路到民主路這一段 把它變成一個街道美術館 因為在友愛街那一段 友愛街到民生路那一段已經非常熱鬧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那個 把那個整個那個設施在往 往南還是往北 那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第二問題我不太清楚 沒有聽清楚 您當時這些規劃也頗有成就感 也帶了很多的認同 但是我剛剛聽了你講的是 最近是因為都市計畫下面要做什麼地下街 是不是就對原來的風貌多少有些破壞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懂 沒有 這個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那時候那個 他這個案子是階段性的設置 所以其實我當初跟市府的協議是 都是一年 比如說我這個創作一年結束以後 那有一個階段是兩年 就是結束 因為我們就拆掉 那屋主他假如要改建什麼 我們就還他 那在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開始要 地下街要開始要動工了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停下來 可是我現在停下來 可是還是沒有動 現在目前還是沒有動 可是我發現有很多 譬如說有很多商家進來 雖然熱鬧了 可是沒有規範的時候 很多商家他就是完全沒顧忌的 一直拓散 譬如說你在這一間 那你前面他可以把他的桌子什麼什麼 就拓散出來 那事實上我認為他是一個環境的那個 不夠整齊 對啊 不夠整齊 而且有一點破壞 那這個部分還有包括停車的部分 那這個是其實 這是我在 因為我們做了 投入了那麼幾年 還對這個地方也有很大的期望 那也希望說他可以永續 那所以也希望說其實在 我想大家也知道 因為在做的那種公共事務 有很多個人的問題 這個是會非常麻煩的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 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種有理由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跟您報告一下 也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聽到您說 如果說後續有成立商圈的發展協會 或許會有些約束和規範 但是我所了解的 像台中 電子街 我有協助過 當他們的顧問 還有金蜜街 大龍商圈 我都有參與 我所了解也感慨的是 重視你有這種組織的成立 但是因為真正的繁華以後 或是凝聚人潮以後 因為個人個人的私利 他不見得會遵守你的規範 也是枉然 這個我跟著感慨報告文明 謝謝 沒有明信片 各位 我們那個明信片是 裡面有幾張 幾十張 都是那個 我們舉辦了一個安平攝影比賽 都是民眾拍的 那我們把它變成明信片 那我還要廣告一下 因為那是安平 所以我們的名利是那個 安平快遞快遞平安 是 我們做的這個明信片是讓 早期是第一階段是讓我們台南市民來索尋 免費索尋 那不然就是在台南讀書的人 還是在台南居住的人 那由他來寄這個明信片給外地的朋友 那請他們進來參觀 來看我們台南 所以這是一個聯繫的一個機制 OK 執行師長 你好 我是台北市道德商圈 道德協會 這樣子 聽完你的簡報 實在是感觸很深 因為我台南有住過一年 我們知道那個海岸入貿 其實下面是 都是那個海沙 因為運河 聽說會漏水 也會下沉 所以我看執行師長以後 還是有機會繼續做的 因為已經二十年沒用了 那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這個街道美術館真的是全台獨一無二 如果說真的沒有繼續做下去 這很可惜 我也相信說 這個如果繼續做下去 一定會當成一個來台灣必有的景點 甚至於到台南必有的一個景點 所以就希望執行者能夠繼續努力 那個市長那邊 或者是要動用一些政府關聯 這邊有政府關聯 或者是經費 經濟物理那個經費 或是創意文化產業 應該都會申請兼費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以這樣子的創作 或是有沒有另外的想法 就是說真的去申請一個 那個美術館的方式